其实我印象中是还蛮简单的 而且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不知道啦 有些同学就是会有一些遇到问题 比如说像你SAMP不要尽量放根木木底下 你不要放什么一层一层好多层目录 或者是说在目录里面不要用中文名称 因为遇过就是说好像有中文名称 会出现错误的这种状况 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出现 好像都OK 好的话就是安装好就按空白键 它就怎么样 它继续就等于就是已经转起来了 它就已经帮你setup OK了 把它关掉了 再来的话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control这个 这个control打开 然后按一下什么 按一下那个start 本来是start 然后就把它转起来就变绿灯了 这个是MySQL 所以这个Apache是你的网站 网站Waveserver就转起来了 另外的话你的MySQL也可以转起来 你不要说按一下马上闪退 那有可能就是说第一个防火墙可能没开 第二个之前有遇过就是Apache 因为你电脑像Windows有装IIS 所以变成说你的80跟443这个Po 就被IIS给占用了 那就会变成说它没办法启动 会闪退的问题 如果没有闪退的话通常都OK了 接下来的话在设定什么呢 设定因为我们Apache 这个webserver本身会有账号密码 因为如果没有设定账号密码 任何人只要入侵骇客 马上就进到你的web里面 可以予取予求 可以做很多事情 MySQL也是一样 比如MySQL预设是没有账号密码 没有密码那还得了 那如果任何人都可以侵入的话 那就有危险 所以基本上iMac也是一样 只是说在那个什么 在我这个懒人包里面有个admin 这边有admin 点下去的话 就直接可以怎么样 可以做设定了 所以它这个好处是说 它已经帮你做一些界面 可以帮你设定 自己会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设定 按下admin里面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请你切到 我建议这边有虽然中文 可是简体中文好像会有乱码的状况 你看用英文好了 英文 进到里面之后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先切到哪边 先切到security 这边有个security 就安全性 因为我们主要是要针对什么 SAMP本身的环境设密 跟MySQL的部分设密 所以security点进去 好 这边的话有三个 算是橘灯 其实这个地方只要把它变成绿灯就可以了 那设定方法非常简单 它这边总共有三个 第一个是什么 你的那个SAMP的安全性设定 不能让每个人进来 第二个的话 MySQL的那个权限 第三个 phpmyadmin的权限设定 这个phpmyadmin实际上就是管理MySQL的图形界面 OK 所以这两个要同步 那特别说SAMP新版 它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变成你要手动修改 有点麻烦 所以我还是放旧版 主要原因是因为旧版好像相对的比较简单 好设定一点 那新版也差不多概念 只是说你变成你要设定这三个 你要自己手动设定 差别在这里而已 那怎么设定 底下有一个security的连结 这个点进去 然后呢 记得就是上面这边root 这个就是指的是MySQL MySQL的那个root指的是它的管理者 管理者的账号名称一律叫root 密码要叫什么 你就自己打一个吧 我是打1、2、3、4 比较好记 到时候不会忘 1、2、3、4再repeat这一次 好 然后呢 你就是按一下这边有一个要 那个password的change 你把它按一下它 就把它change了 再来的话就是说那个SAMP的目录 这个是网站的管理 这边的话usernames 也许我们这边也是要root 当然如果安全性要高一点 尽量取那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名称 然后密码的话一样1、2、3、4 那因为为了便利 所以我这两个都设那种1、2、3、4这种密码 OK password的change 然后这边也是要按一下它 先按一下 那这边底下再一次 可能要两个分开做 然后一样root 然后这边1、2、3、4 所以先这个 再这个 OK 那理论上的话 做完之后的话它就是OK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知道OK 请你再跳到刚刚那个页面 就security 如果都亮绿灯表示恭喜 有没有 三个变绿灯了 OK 所以最后呢 如果你那个刚刚设定是OK的话 那这三个表示 你已经把你的网站弄好了 OK 应该这个环境已经够懒人了 就比较没什么问题 但是目前我只有找到是for window版本 好 那再来的话就可以把它关闭了 关闭之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再让那个mySQL 第一步先让apache的admin 这个admin就管理 第二个请你让什么mySQL这个admin 按下它 它会跳什么 跳我刚刚讲phpmyadmin 意思就是说用mySQL的管理界面 都会用phpmyadmin来管理 它这个管理界面是图形化 可是是web是网页形态 OK 所以phpmyadmin 当然你不装也可以 之前很早以前有人用下指令 但是太辛苦了吧 你任何动作都要下指令 我觉得太麻烦 所以用这个phpmyadmin管理会简单 这边的话root 然后一二三四 OK 然后执行一下 它就进到我们的mySQL 恭喜你 你已经成功的建立了一个 你已经进到database里面了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我当然因为我后面要练习 我要把刚刚的data放进来 要怎么样放进来 第一个呢 当然你要一样建一个database 不过之前我们建database是在城市里面就建了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这边新增 哪边新增 这边你可以先 我希望home键按一下 资料库有没有 上面有个资料库嘛 你可以给一个资料库名称 那还有它编码方式 编码方式当然很多种 不过有big5有没有 不过我建议你用unicode 拿一个unicode最好 你可以拉到最下面 再稍微往上一下 大概就用这个什么 utl8unicodeci这个字集 相对的会是比较OK的 utl8就是大概拉到最下面 拉到最下面这边有个叫utl8的unicodeci这个 那比如说我要建一个资料库 你可以把资料库名称给它按建立 这个时候它就帮我建立一个database 不过我们现在我看一下 先把它储存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如果希望把什么 把刚刚那个pm2.5这个资料 本来我是写到SQL line里面 但是我现在希望把它改写到那个mySQL里面 那要该怎么做 那剩下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的话我们主要会变更的部分 大概这边第一步先把那个sample先搞定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要来看 如何把刚刚的资料写过来 如果可以写成功的话 那基本上以后你用SQL line 或者用mySQL应该都没有问题 不过可能还是需要先装什么 装这个 叫pymySQL ok 试一下 记得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管理界面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进到这个是第一个刚刚我们说 第二个是进到那个phmyadmin 如果说你将来 假如说像这个的新版 可能就要自己去找一下那个mySQL 这边有个config 或者你到那个什么 到这个叫myini 也可以透过这边去修改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修改密码的话 你也可以打开它 那里面这边也有什么呢 破号可以设定 如果你不走3306你也可以改 另外的话它好像有什么呢 username跟password在底下 不过这个可能就是要 这边有个password 有没有master password 这边可以修改 username也可以修改 hostname这边也可以修改 不过通常如果懒人包就不用改了 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方便的环境的话 变成要手动来做一下 这个可能大家注意一下 那一样我们先一样就是要到mySQL 请你点那个mySQL这边的admin 然后进来之后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先新增一个资料库 那不过特别注意 我们之前的那个资料库是可以 像那个就是用另外一个资料库 可以自己create database 但是这边的话 它没有办法create database 变成全线是要自己动手 只有资料库要自己动手 其他create table就可以自己来了 那我们怎么create 一先选择那个utf8unicode这一个 二的话名称也许叫什么 我叫pm25好了 名称的话 我在这边加一个pm25的database 按一个建立 ok这样子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的mySQL的角色就可以完成了 ok所以在哪里 特别重要在这个资料库 我们按下去之后 这边就有一个选它的编码方式 再选择它的名称按建立 好这个时候它会发 发现这边就建一个pm25的一个资料库了 那目前当然我们也可以以后如果你要在这边 是以手动建资料表也可以啦 不过基本上后面的动作 我们都可以转移到拍摄里面完成 ok 怎么完成呢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步建一个资料库 第二步的话呢 那一样去安装这个套件 这个套件的话是那个 拍mySQL这个 不过跟早上一样的那个安装方式 就是说以后如果说你要去下载一些东西的话 一样我们先找到我们的那个 python3732这边打个cmd进来 那我要打什么 先打一个python 一样我用那个dv 因为我这台电脑我装过好几格版本 斜线1-m然后空一格 后面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叫pipe install 然后pymySQL这个把它装起来 所以把它enter一下 pipeinstall enter 那如果说它没有安装过的话 它就会跑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边基本上有安装完成的 也就是这个有点像是一个驱动程式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没办法连线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什么 剩下来的话 就是直接把这个几个动作可能要注意一下 连线套件要安装 连线方式 还有特别注意 栏位名称不要有单引号 因为像之前我们那个栏位名称前后都加单引号 把这单引号拿掉 因为之前有遇到这个错误 其他的话应该都差不多 所以我把这个底下的程式复制一下 基本上就是复制什么 那个黄色的区域把它贴到我们刚刚这个程式里面来 比如说我先拿那个这个来改好了 也许如果你要改一个版本 我是建议你干脆用这个按复制 然后留下新的 所以这边把它贴上 然后这个版本的话我把它改成后面加一个底线 然后把它开起来 我拿这个来改 那改的方法的话本来是input sql line request 那这边把它改一下 改成这边呢 底下 这个东西就不用键了 因为我们自己手动键 那我们就把这边程式 Ctrl C一下 然后这边把它Ctrl V贴到这边来 那sql line 3就不用了 另外的话 我们再来 host 是目前我们用localhost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IP位置 将来你可以改成你的IP位置 Root 1234 这个我刚刚是设定这一个 DB的话我刚刚是用什么 PM25 OK好 然后chasset我刚刚也是用UTF8 OK 所以就直接这样都OK了 那如果说我的 等一下连线看看 连线之后 这个连线这一段就可以拿掉了 后面都一样 所以黄色部分更改一下 第二步还有什么要改 我们看一下 create 特别说就这个ab 这个如果是integer改成int 还有呢栏位名称前后不要加单引号 所以我就直接拿这个来改好了 OK OK 这边 我这边好像原来是双引号 把这边 改双引号好了 OK然后 这边全部前后都改一下双引号 里面的这个蓝位名称 我就不要加 直接abc 那c 那c的话呢 如果是int就用这个 就是把它改成 不要叫int 叫int 因为它蓝位的形态 比较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OK 然后剩下来我看一下 理论上这样改完了 然后还有哪个地方 黄色区域看一下 abcd 没错 好 大功告成了 然后再来后面还有什么不一样 insert value 这个应该没有关系 OK好 理论上应该改完之后 那我们来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把资料丢过来呢 如果OK的话 就 资料呢就整个转移到那个 我们的MySQL里面 试一下 所以刚刚主要改 e import的部分 然后这边改 好 那我run一下给各位看 其他应该 没有地方需要改了 好 执行一下 看好不好OK 如果 cary 等一下 最后呢我们改哪些地方 我这边呢 因为 进来的东西 我全部都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文字好了 OK 连c欄位把它先改文字 之后要改再改 因为进来我是切的时候都是字串 所以我就全部都放字串 这样比较简单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还有一个地方最重要 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我自己的那个截图 我自己都有放了 但是我截图 我刚刚没有看到 有没有 那关键地方就是那个values 后面本来是五个问号 你就把这五个问号改成 percent s 字串的话是s 整数的话就d 浮点就f OK 这个大家改一下 基本上呢改完之后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我run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run run完之后的话 底下呢 一样再把资料抓回来 我看一下 应该OK 来执行一下 run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的东西 就完全正确 只是说排序的话 因为刚刚 这边这一栏 已经是变文字 所以排序还是会有刚刚的问题 所以待会也就手动一下 把那个形态改成int 那就 没有问题了 OK 不过这个大家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一点 我的资料已经在MySQL 如果你要先确定说 它OK的话 你再切到MySQL里面看一下 MySQL里面有个 这个PN25 里面会有一张表 这是一张表 如果你要打开的话 再点它一下 它就把这个表打开 有没有 在MySQL里面 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表出现了 就已经到MySQL里面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面 做一些操作 包含就是说 如果你要删掉这个table的话 你也可以怎么样 再去找到那个删除功能 等等的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们是新版的 比如说像SAMP 我们现在是563 新版好像已经到7多了 如果说你要修改 它变成没有像刚刚那种懒人包 这么方便 记得你要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改什么 改这个 这一个PHC MyAdmin的设定 里面有一个叫什么呢 我记得这边里面有一个是 那个设定你的什么安全性部分 记得里面有一个是权限吧 你们可能要找一下 因为我记得这边可以再去修改它的账号密码 或者你们找一下 是不是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设定的那个 等等的 就是在这边去设定它的那个账号密码 找一下这个功能 那里面可以改成ROOS123 但是呢 如果你这边改ROOS123 你MySQL没改 你就没办法登录到MySQL 因为两边要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 这边改ROOS123之后的话 再到哪里呢 再到MySQL里面找刚刚讲的MyINI 它里面就会有一个 账号密码的修改 一样把这边 账号 USER NAME MASTER USER 跟那个 MASTER的PASSWORD 把它改成ROOS1234 它两边match 就可以设定 这边是手动设定 因为我之前也有同学装的是新版 改完就可以ROOS123 没有问题 这个可能还是要稍微试一下 或者你网路上Google一下 看看有没有善心人士 把这些写的比较清楚一点点 参考一下 没事 那这里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